挑战烟熏妙女儿 高尔夫的奖品 这么大一个箱子啊 你该不会是得到冠军了吧 冠军 不是 是电敌奖 电敌奖 电敌奖 倒数第二名了 果然是爸爸的风格 那奖品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 果子吗 是烟熏奖组 爸爸的脚也好吃 不是这样啦 是可以在家里做烟熏料理的东西 应该很麻烦吧 不会 一定会很有趣 我要做 好 这个星期天就来挑战烟熏料理吧 为什么要在外面做呢 因为烟熏会产生很多烟雾啊 那烟熏是什么意思呢 在秋天你爷家的时候 不是吃过烟熏萝卜干吗 哇 咯吱咯吱的口感真是让人上瘾 那也是一种烟熏料理了 好 首先在这个盘子上放上樱花木屑 樱花木屑是洋芋片的同类吗 不是 不是 是这个 燃烧这个所产生的烟会让食物变得更好吃哦 好 我要点火了 点火开关 开始冒烟了耶 冒烟冒烟冒烟 好 开始放材料吧 起司 小香肠 章鱼跟虾子 那我要放坚果和棉花糖糖 有花糖跟坚果 那样会好吃吗 爸爸就是太缺乏这种挑战精神了 是 是 我看看哦 再来试试 好了 在计时器响之前 不要把盖子打开哦 因为烟会跑掉 爸爸 还没熬吗 还没 还没 感觉不错耶 谁知道了 好 预备 感觉很不错耶 先吃什么好呢 先吃个小香肠吧 好啊 好 好吃 味道变得更丰富 香气也很棒啊 香噗噗的味道 就让人受不了耶 应该说香喷喷才对吧 这是每次妈妈被电视剧里的帅哥尔巴迷住的时候 做东西不小心烧焦了 就是这种味道啊 美牙是有可能 爸爸 真的 吃吃这个吧 坚果吗 好 来试试看吧 嗯 味道变得更棒了耶 烟熏得让食物变得更好吃 带点苦味是大人的味道 接下来吃我放进去的棉花糖吧 哦 吃吃看吧 哎 你什么时候放了巧克力啊 这个 加了巧克力的棉花糖变得更好吃了 我熟练我 真的吗 哦 微微的苦味让巧克力变得更美了 嗯 很不错哦 爸爸 这是什么东东 啊 是苹果了 看起来变得软啪啪好生气的样子 就像爸爸下班回家的时候有气无力的样子 而且放在旁边的起司还粘在上面 就像错过抹班车的我一样惨 哎呀 说什么了 啊 还是先吃吃看吧 您请自便 什么嘛 想叫我一个人吃掉啊 哎 真拿你没办法 嗯 真好吃 嗯 手来了 不是 是真的 真的很好吃啊 哦 这个 是我和娜娜姊姊姊擦擦而过的时候 散发出来酸酸甜甜的初恋之味啊 好 继续吃吧 嗯 嗯 嗯 好吃 很不错啊 嗯 嗯 嗯 焦鱼也很好吃 嚼得越轴越高味 嗯 罐头牛肉真好吃 啊 我一直期待要吃那个的 真的很好吃哦 啊 我想也是 经过烟熏之后 好像什么东西都会变好吃耶 爸爸 这个咧 啊 蜂蜜蛋糕 拿去试试看吧 呃 这个也要 试试看吧 水煮蛋跟柳叶鱼也可以吧 啊 当然也要这个啦 那个也要烟熏吗 不是 这个直接喝比较好嘛 那我要喝这个 好了 一二回合先吃海绵蛋糕 啊 嗯 这变得干巴巴的 我说是蛋糕了 可见并不是任何东西烟熏之后都会变得好吃 啊 下雨了 糟糕 我们先进屋子里吧 啊 真的正开心耶 哎 怎么了 开始下雨了耶 要把亮的衣服收进来哦 哦 交给我吧 我还要再一下下才能够回去 拜托你了 豆皮寿司起锅啦 哦 哦 哦 真不错耶 豆皮值得喝彩 寿司饭也妙不可言 我只好再喝一瓶啤酒啦 嗯 嗯 小饼干也增加了香噗噗的风味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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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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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味道啊 啊 啊 即是第一次回合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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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在屋子里面闹呢 你们自己都变成烟熏食物了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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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味道哦 糟糕 洗都洗不掉啊 爸爸 嗯 烟熏料理很好吃哦 以后我还想再吃 嗯 在院子里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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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铜鸟玩耍 哦 哦 已经很久没有全家人一起出来玩了 是啊 哎 我看看 要在前面转弯吗 哦 铜鸟 啊 好 喂 还不错呢 哎 对了 我们为什么要选这里 好像很有趣啊 这才是隐藏版景点啊 说得这么好听 其实是因为很便宜吧 哎 你却很便宜 不好意思 请给我大人票两张 欢迎光临 哎 哦 铜鸟 不是啦 这叫人家 常有人这么说了 啊 我是这个铜鸟乐园的园长兼司议员 名叫铜鸟恶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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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起来就更香了 老公 耶 耶 呀 爸爸妈妈也快了 耶 耶 耶 嘿 不要闹了啦 头鸟生长在非洲热带草原 是草食性的鸟类哦 就是我家爸爸一直生不上去的那个吧 跟我生不上去有什么关系 不要你管了 鸟鸟会飞吗 它们不会飞 不过腿部很有力 时速可以达到七十公里 七十公里比妈妈还要重 那是当然了 不是重量是速度 时速七十公里 可以喂鸟鸟给头鸟吃哦 要试试看吗 真的可以吗 我选位 来 请 来 快吃吧 哇 它蛮激动的 就是啊 鸟鸟没有牙齿 就算被咬到也没关系哦 是 你这样了 小鬼也想喂吗 可是恐怕不太好吧 喂小头鸟应该没有问题的啦 真的吗 它被团团围住了耶 应该没关系吧 不要吓唬我们啦 你倒是玩得很开心嘛小葵 小葵好贼哦 自己一个人骑着鸵鸟玩 在接触期游客都可以乘坐成年的鸵鸟 我想要接触 那边是带姐姐 我是野人心自助啊 你有接触的应该是鸵鸟才对吧 他叫龙兵 是七岁的公鸵鸟 那是什么爱妙的 他们今天去别的地方跑业务了啦 龙兵的个性很温馴 所以说可以坐在他身上来拍照哦 请问哪位要先坐的 我有点怕怕的耶 那我先来吧 不我先来坐吧 不首先让我来示范吧 那我来吧 那我来吧 请吧 请吧 为什么 灵娅 好痛啊 谢谢你哦 一手 怪不得龙兵刚才会撑不住 什么意思啦 老公 加油 哦 请抓住翅膀的根部 爸爸的冲球衣 爸爸很恐怖 你真的眼睛 不是眼睛了 要紧紧抓住翅膀根部 好高哦 那我们出发了 小心 现在开始要进行鸵鸟游行咯 小心 小心 那小子玩得很起劲嘛 拜拜 下次再带我 看过渔行之后 要不要去看看鸵鸟小宝宝呢 鸵鸟的小宝宝 应该就快要从蛋里面呼出来了哦 鸵鸟下蛋以后要花六个星期 小雏鸟才会呼出来哦 看到了 雏鸟会拼命地用嘴巴和脚巴蛋壳弄泡才可以出来 加油 不要那样盯着我看嘛 鸵鸟会把出生后第一个看到的物体当成自己的妈妈 所谓的民运记忆对吧 那我就是小鸵鸟的妈妈了 好乖 好乖 我是你的妈妈 不要叫它奇怪的事了 我们家可以养鸵鸟吗 没办法养哦 因为会变得很大只 可是它把我当成妈妈了 怎么办 我也不能喂奶 鸵鸟是鸟类 所以不用喝牛奶了 就算没有你好像也没关系哦 好像买太多伴手礼了耶 小心 吃那么多饼干会吃不下晚餐的了 这是今天刚呼出来的雏鸟 已经翻不出哪只是小新的雏鸟了 不对 看得出来 那一只吧 没错 跟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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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下面有好多小虫啊 哇 真的有耶 来 跟我消磨吧 我没有要跟你玩了 痛痛痛 我五岁肩膀就酸痛了 那要怎样了 胶里开起来很不错 看起来好好吃 差不多可以吃饭了 小心跑去哪儿了 对哦 说去拿西瓜就不见了 这拿它没办法 你们在做什么 要教的母大兔鱼 不会有花生的耳机 要表现出这种感觉来对决啊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对决 你们还真是难懂啊 那个孩子是谁啊 人叙西瓜小姐吧 我才能做那么坏的事呢 是吗 因为西瓜发生了这样的事啊 大兔鱼对决赞成平手 所以还没分出胜负 什么时候平手了 对决之前要先填饱肚子才行啊 我也可以一起吃吗 请吧请吧 不要客气哦 你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秘密 秘密 那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呢 在我不注意的时候 他们早晒日 一定是在某个地方迷路的吧 那个 说起来迷路的应该是你自己吧 爸爸妈妈一定很担心你哦 不然我去一趟事务所 确认一下好了 好 不好意思 爸妈给你们添麻烦哦 你爸爸妈妈现在一定也这么想吧 对了 小心呐 出外旅行还能交到女朋友 你还有一套嘛 不是女朋友了 我对小孩子没兴趣哦 我也一样啊 对尿尿乱滴的小鬼才没有兴趣 我尿尿才不会乱滴 被我收到所以生气气了对吧 才没有咧 都怪你乱说话才会变成这样 不是不是 我尿尿才不会乱滴的 大便倒是沾到一点 好朋友 我现在喜欢上星期就这个人了 哎呀 你太过担了啦 虽然不太懂 先把裤子穿上好吗 那么西瓜就决定是我们家的咯 为什么是你们家的 那就猜拳决定嘛 不要 我很会小铺 所以小铺比较好 可是我今天的预地行程拍得满满的 那 叔叔来当你的对手吧 真的吗 好人吧 光致如果输了就换我吧 开始咯 放马过来 那就预备 开始 加油加油 站住一下 太干就使不出全力来了 请让我一下哦 让你着等了哦 哦 吃哒哒的 你跑去泡水了嘛 来 我们继续吧 不 那个 不用建议没关系啦 那好吧 站好 站好 预备 开始 我赢了 那接下来是爷爷 不 我就不用了 你 你真的好强 刚才他还轻松地把一颗大石头举起来哦 绝能做到这种事 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既然这样 西瓜就是随我的了 不过竟然跟小星不相上下 真了不起啊 最近的小孩子吃的东西很营养嘛 你这孩子又在吃什么 冰在盒里小黄瓜 小黄瓜 咯 咯 咯咯也要吃吗 冰得这道好处对吧 口感真真是上瘾啊 跟两个老头一样 不过在河滨认识又擅长相扑 而且喜欢小黄瓜 简直就是河童嘛 爷爷自己看起来才更像河童 脑袋光溜溜的像盆子一样 背上的脚隔壳就够完美了 我反而被打了越枪啊 人家你在这里啊 你的父母亲来了哦 爸爸妈妈 这样怎么行呢 自己一个人跑出去 我们到处找你呢 我们正好在事无所遇到了 我女儿沉蒙你们各位的照顾了 谢谢你们的帮忙 不客气 那我们回去吧 我不要 感觉好不容易才交到朋友的 朋友 我就演员新资助 五岁 现在在春日部独幼稚园呢 不介意的话就跟我们一起吧 孩子们好像也已经变成好朋友了 那叫公斤不如从命了 请问请问 你们的帐篷搭在哪里啊 在很远的地方 咪咪 要唱卡拉OK吗 在 亲自救 如果我真的是河童的话 你会怎么样 我想想哦 帮你带回家 我要让你跟我的其他朋友见面啊 如果电视台也来采访的话 也许就可以接到主播的姐姐了 到时候如果有很多人来采访的话 我就上脑筋了 做一些Q版的合同商品来卖 应该也不错哦 那是什么意思 把我当展示品吗 你不是说我们是好朋友吗 别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我不想再理你这种人了 怎么回事啊 咪咪把西瓜摔破了 小新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惹咪咪生气的事啊 我什么都没做啊 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真的很对不起 不会不会 请不要放在心上 他只是个孩子嘛 那么我们告辞了 晚安 晚安 西瓜 已经不冰凉了 咪咪 咪咪 咪咪咪是我的好朋友哦 咪咪是我的好朋友哦 在山上的早晨还真是不错 今天好像也会很热哦 就是啊 小葵 要不要跟奶奶去沉津散步啊 我也要跟小白去散步 小夕 吃完早餐就要马上回去了 不要走到太远的地方去哦 这么乖 如果中午之前不出发 回去的路上会塞车的 我想想哦 好久不见了 都说这里很浅了 咪咪 我一直在找你们住的地方哦 我不想跟打算把合同当展示品的人说话 那这个 拿错了 这是装小白匾匾的袋子 其实我是想把这个袋子送给你啦 拿去 拿去 西瓜 我把梅弄脏的部分捡起来冰镇过了哦 真好吃 吃呗 那个 星之柱 昨天突然对你发脾气 是我不对 是我不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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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这么清爽的早餐跟我一起散步好不好啊 嗯 西瓜的事不用在意没关系哦 给我哈密瓜代替就可以了 哈密瓜 小黄瓜上加蜂蜜的那种吗 嗯 不是那个 嗯 但是我对星之柱打算把合同当展示品的事 说什么都没办法原谅 咪咪你真的那么喜欢合同吗 嗯 该不会是 啊 该不会是咪咪你 咪咪你是 合同的 我 我是合同的 什么呢 合同的超级粉丝之类的 不 不是那样啦 可是 我并没有要把合同当展示品啊 嗯 如果 我真的遇见合同的话 有一天我遇见了合同哦 耶 跟合同变成好朋友的我 变成超市我赢的人哦 可是 大家因为合同弄成一团 合同有危险的 哇 哈哈哈哈 我一定要守护合同哦 可是你说如果电视台来采访的话 到时候我会请真的合同躲起来啊 然后我要代替他跟主播大姐姐 说话哦 用我的可爱美丽 引发合同热潮 建立个合同的国度 合同的国度 合同的国度 对 让合同们可以一起快乐生活的国度啊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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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 开始 用力 用力 继续继续 继续 加油 哇 合同的国度 如果真有那样梦想一样的地方 应该很棒吧 是吧 小欣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啊 像这么一样啊 原来是这样 谢谢 谢谢 星之助 你的心我现在已经明白了 我就知道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这是当然的 你果然是跟星之助在一起啊 不是叫你不能自己跑出来吗 没关系了 对了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早餐呢 一大早就饮酒作乐 真羡慕 不是 吵死人了 这些人真是没礼貌啊 垃圾到处乱丢 真是没功德心 在露营场盖好之前 这里原本是一个又漂亮又安静的好地方 我们一家一直都住在这附近 不过今天要离开这块土地了 我们就像漂流在河里的树叶一样 为了能寻找安心居住的地方而四处流浪啊 原来是这样啊 发生了什么事吗 跟邻居发生了纠纷吗 或许吧 我真累不住了 我要去提醒那些孩子 闷闷 你要去亲戚那些人吗 不是亲戚了 是提醒提醒 真是的 等等美啊 提醒虽然很重要 这种时候 身为大人的我们 一身作则不是更好吗 这里也有一身垃圾哦 好好 要保持环境的清洁哦 你们几个在做什么啊 那还用问吗 在解垃圾啊 你们也要好好维护大自然的整洁才行 你啊 要从小地方夜点夜点的累积啊 可是我不太会打扫文 打扫文 就给你豪华小饼干哦 我为奴役的妈妈 真是个现实的家伙 虽然有点怪怪的 他们几个都很善良嘛 对啊 我们就在这里多留一转子看看吧 变得清爽干净 真是太好了 那些年轻人其实蛮单纯的嘛 奇怪 咪咪人呢 说的也是耶 他爸妈也不见了 那是什么 哦 给星之助 如果跟你们道别 就会觉得孤单 所以我不想说 可以认识星之助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咪咪 他们走了吗 我本来想好好跟他说再见的 哎呀 你看看 又合理的鱼当猎物啊 看来他们好像真的是合同家族啊 既然这样我一样 我好想把豪华小饼干送给他哦 送一颗就好 啊 要送的话就全部送了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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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很开心哦 开心哦 咪咪 再跟我玩吧 跟我玩吧 这就是青春啊 以后再来这里玩吧 星之助 哎 来是没关系 不过要先告诉我们哦 小贝作 走吧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